朝鲜王后张希平,清朝册封一品妃,仓被尊为国母,死后却被称作妖女。 中国历史上有以美貌而出名的四大美人,杨贵妃、貂蝉、西施、王昭君。 而在朝鲜半岛上也有三位美艳的女子,高绿水、金介石和张希平。 她们长得美丽动人,却因为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饱受非议,被称作朝鲜的三大妖女。 其中三大妖女之一的张希平,她曾是朝鲜宿宗的宠妃,中人出身,却曾被尊为国母。 她生下警宗李云却被一指刺死,最后被世人谩骂。 那么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纠葛呢?张希平的这一生又经历了什么呢? 一、天生丽质宿宗宠爱。 1659年,张希平出生于仁童张氏一个小议员家中,他出生没多久,父亲就去世了,家中全靠母亲隐世。 做真献活来维持生活,生活十分窘迫。 恰巧,赵诗希的夫人喜爱真之物,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隐世。 了解了他家中的处境之后,赵夫人就经常资助隐世一家。 不久之后,张希平为了补贴家用,就在赵夫人的引荐之下,入宫当了奴婢。 如果张希平当初没有入宫的话,他大概会过上平凡女子的生活。 但张希平自己也没有想到,进宫这一步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。 张希平起先被安排在宿宗的祖母大妃赵氏的宫中做事。 因为他行事机智伶俐,很快就得到了大妃赵氏赏识,将他安排为自己的贴身侍女。 一天,宿宗下朝之后来到赵氏宫中请安,一眼就看到了赵氏身旁的张希平。 这是张希平与宿宗的出狱。 张希平容貌出众,宿宗对他以见钟情。 大妃一直在想,宿宗身边安插自己的心腹。 宿宗对张希平的意望情深,重重肇事下怀。 他很快就应运了宿宗的请求,将张希平安排到了宿宗的宫中。 此时,恰逢忍尽往后去世,张希平的出现弥补了宿宗心中的缺憾。 宿宗对他宠爱有加,甚至一度荒废朝政。 但此举引起了宿宗母亲大妃金氏的强烈不满。 金氏以此相逼,宿宗被迫将张希平逐出宫,然后奉命迎娶敏为众之女,视为人县王后。 二,二度入宫,角逐正常。 张希平在短时间内,经历了受宠到被逐出宫门。 此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,也都全部尽风使舵的去了别处,这让他十分落魄,最终只能记住在大妃肇事的外甥女绅士家中。 就在这时,张希平的心境产生了变化,如果说从前受宠让他感受到了少女时期爱情的美好,而突然间的失宠就是让他见识了人世间的冷暖。 他灰心至极,同时他也知道了,唯有权力能够保护自己,永远不受摆布,这也是为什么此后他会如此贪恋权势的原因。 另一边,仁县王后进宫许久都没有诞下子嗣,为了延续王室相货,仁县王后主动向宿宗贴出向张希平接回宫中。 宿宗大心,马上就将张希平接回宫里。 为了弥补此前自己对他的伤害,宿宗对张希平是宠爱加倍,将他封为疏源,不久后又晋升为昭仪。 第二次进宫的张希平,一改此前的天真无知,他不再相信自己的丈夫能够庇护自己,而是大力培植自己的势力。 凭借着宿宗对自己的宠爱,张希平又在朝中安插了大批自己的亲信。 1688年,张希平带下大皇子李云,也就是日后的朝鲜景宗,宿宗大习后赏畅清宫,又给张希平尽声位分。 母凭子贵的张希平在后宫的地位日已超过了无字的人县王后,人县王后在宫斗中败下阵来,最后和金贵人被诉讼逐出宫中。 在朝堂上,男人党争相攀附张希平,原先人县王后阵眼的西人党被大量排挤出去,朝中官员大换血,朝鲜史书称这次事件为几次换局。 不久后,清朝派使者带来册封诏书,张希平被封为一品妃,位置中宫, 妻子李云也在男人党的支持下被立为储君。 张希平成为朝鲜王朝历史上第一位中人出身的国墓轰动一时。 此时的张希平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争权夺利之上,并大肆在朝中逛街党域。 渐渐地,就连曾经深爱他的宿宗也发现了张希平的变化, 只不过碍于曾经亏欠于他,宿宗对他的作为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但张希平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宿宗的底线, 令宿宗忍无可认,三安东窗事发,历史非议。 有一次,宿宗在张希平宫中泄耗了一位容貌可燃的宫女, 于是便宠幸了她,她本打算不久后将此女子纳入宫中, 没想到被张希平知道了这一消息。 张希平自知自己容颜不在,不允许别的女人靠近宿宗分享自己的宠爱, 于是便将宫女残忍杀害。 临死前还逼迫宫女写了一封谢罪书,说自己魅惑君主罪该万似。 看到这封谢罪书的宿宗十分生气,一度要废了张希平的枉匪之位, 赖和此时朝中的男人党皆是张希平的党羽。 宿宗拿她没有办法,张希平靠自己的势力保住了自己的枉匪之位, 但是却永远地失去了丈夫的爱。 1694年,宿宗出宫私访,途中遇到刺客袭击, 向得人献王后舍神相救才幸免于难。 宿宗彻查此事,才发现原来是拥护张希平的男人道, 寓意弑君,因此转而扶持太子李云继位。 事后宿宗痛心不已,决定铲除张希平等人。 6月,宿宗将人献王后接回宫中,恢复她的妃位, 同时张希平由妃降为嫔。 但张希平公然对宿宗表示自己的不满, 并且拒绝去向人献王后请安, 甚至称人献王后为妖人。 1969年,张希平与男人党联兽, 诬陷老论派的巨腕被戳穿, 曾经被打压的西人党沉冤得税。 宿宗与张希平夫妻俩彻底交恶。 1701年,人献王后病逝, 同年9月,张希平因行五谷之术谋害人献王后而入狱。 10月,宿宗赐死张希平,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宫中提起张希平的名字, 朝鲜王朝也一直以此为戒。 再不忍许有公平身为后妃的事情发生。 也有言识说,张希平虽然嚣张跋扈, 痊愈寻心,但是他确实没有行五谷之术, 只是因为当时宿宗受益催事告发张希平, 所以张希平才不得不被处死, 王室之中真假难辩, 后人难以考证数是数非。 但张希平如日中天之时, 凭借后宫势力搅乱朝局,混乱宫廷, 用的国家不得安宁,民间怨声载道, 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。 因此朝鲜人们将他称作为祸国殃民的妖女。 事实上,倘若有人能够仔细回看张希平的一生, 就会发现, 是书和世人给他戴上的镣铐都太过沉重。 他在贫苦的家庭中长大, 他曾经得到过圣恩, 他也相信过爱情, 然而在爱情无法保护自己之后, 他只能选择权势作为自己的保护伞, 最终走向其路。 在我看来, 他也只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罢了, 一个牺牲了爱情和自我的可怜可悲的女人。